国际市值会是台湾三大社团之一 尤其是市值会300西万区 一直以来都在投入公益慈善活动 也受到台湾中部各界的肯定 2019年7月15号傍晚5点开始 国际市值会300西万区 选择在台中市七七重画区的零酒店 举办第29届 30届总监交接继礼监事跟区务人员宣誓就职典礼 由台湾总监议会议长王全荣担任监交 前任总监林殿上将印信交给新任总监谢文青 谢文青总监上台支持时表示 感谢大家的支持跟肯定 也呼吁大家一起实践年度的目标 那很谢谢30西万区 全局的1920会长年纪会的 大家的团结跟和谐 谢文青也向在场的媒体记者表示 这个月6号 他带领300西万区36个会员 到意大利米南参加国际年会 故意穿上国旗装 虽然遭到打压 但是还是希望行销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知道走出去的困境 我知道运动经常国旗挂不上 这我很清楚 但是只要在我在私职会的一天 只要我有心力可以为社会付出的时候 我一定会继续行销台湾 继续爱中华民国 在典礼当中前总监林殿上也上台 肯定跟赞赏新任总监谢文青 交通部长林嘉隆 也已担任过市职会长的身份 受邀前来参加 林嘉隆也相当肯定300西万区 热心公益的用心 身为一个私职会的前会长 我们自己明太私职会出了300西万区的总监 谢文青总监 他来接任 而且一开始就能够赠送我们迅雷协会 这个救护相关的车子 我想热心公益 对社会非常的有贡献 国际市职会300西万区 也在今天的总监交接仪式当中 特别捐了一部救难车 给台中市迅雷救援协会 所以台中市长卢秀燕 社会局长李允杰 立法委员黄国书 张廖万坚 跟很多贵宾 也都出席这场盛会 市长卢秀燕还亲自上台 肯定国际市职会300西万区 前总监林殿上 新任总监谢文青 对台中市跟社会大众的付出跟贡献 未来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同心 任加努力 让我们台中更好 让台湾更好 祝福大家 祝福小带来 谢谢大家 交接典礼之后 有一场餐会 宴席超过100座 还安排很多宰歌宰舞的精彩表演活动 现场充满轻松热闹 又欢欣鼓舞的氛围 谢文青总监表示 就任总监只是一个开始 将来他有信心 也有责任 带领国际市职会300西万区 做对事 走对路 替更多的私友跟民众打拼 打造一个平安幸福 富足繁荣的台湾社会 记者陈文旭 范江豪 台中报道